大家好,我是Dan 2021年1月1号 D社爆料了今年的第一号情侣 根据D社报道 D社两个人前后有过四次的绯闻 2018年电影协商上映后 两个人第一次爆出过绯闻 但是当时只是回应媒体 两个人的默契很好 所以片场气氛也很好 只是一场误会而已 然后在2019年1月 两个人在美国LA的一家超市买东西的照片被公开后 再次爆出了绯闻 但是那时候也是 在电影结束后 各自以别的行程去了美国 知道彼此都在美国后见了个面而已 然后第三次绯闻是在2020年1月份 就是韩剧《茶兰与布希侠》最火的时候 当时一位记者爆料了 两个人在电视剧结束后 有讨论到结婚问题 就连礼堂也已经准备好了 但是根据Hanbin的亲友表示 两个人真正的关系是从2020年3月份开始的 因为连续一起拍了两个作品 互相观察了很久 所以谨慎地开始了恋爱 而D社也是偷拍到了 两个人一起去打高尔福秋的照片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应该会在结婚的时候承认吧 为什么要一直追究别人的恋爱呢 就让两个人静静的谈恋爱吧 Kanbin不要结婚 跟同一个人出了四次绯闻 就算不是 好像大家也都希望他们两个人是 其实真的很相配 再去看一次 我也是觉得两个人真的很相配 既然都已经出了四次绯闻 就结婚吧 希望在2021年 能早点听到好消息 不过 大家知道吗 前几天有家媒体爆料了 《从前细节天阳》跟《Bixx拿比》的绯闻 当时在双方都否认之后 可能是伤到了那位记者的自尊心 记者在自己的YouTube频道 还是一直强调两个人的绯闻是真的 所以网路上就有很多不相信本人的生命 选择相信偷拍记者的苦诉 甚至还有部分网友们进一步的造谣诽谤 结果SM娱乐也声明了 会对造谣的黑粉们进行提告 然后紧接着 最近在韩国也出现了一个 禁止以跟踪采访为理由 侵害艺人私生活 偷拍报道艺人私生活的请愿连署 12月29号发起的这个连署 目前只有不到3000个人参与而已 可能是因为现实上很多人 还是希望能看到艺人们的绯闻吧 所以大家觉得 记者们跟踪偷拍艺人们的私生活 该不该借由法律的力量来控制呢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K-pop女团老大跟老四的颜值合照 K-pop女团老大跟老四的颜值合照 老四的颜值 老四的颜值合照 老四的颜值和傻子 老四个颜值合照 老四的颜值合 법 平当天还腾 老四的颜值,大野 ponto人生意 老四的颜值合围 老四的颜值合照 老四的颜值合照 你只需要不思考 二零二一 新年快樂 二零二